2022年1月1日,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实施,中国在RCEP框架下与日韩同时建立自贸联系。 1月17日,第八届中日韩合作对话会在海口举办,专家指出,中日韩三国在RCEP框架下合作领域广泛,应借此契机推动中日韩自贸去谈判。 日本国际经济交流财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丰田正和在线上发言表示,RCEP生效不仅对东亚贸易产生推动力,中日韩在制造业、旅游观光、低碳经济、数字等产业也有合作空间。 2020年,中日韩三国GDP占RCEP区域内GDP的82.44%,三国经贸合作对RCEP的实施效果具有重大影响。 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莆田秀次郎分析称,从RCEP生效后的模拟预测来看,中国经济增幅的绝对值最大,但增长幅度受益最多的是日韩两国。 他建议,为保证该协定发挥作用,中日韩三国应率先设立秘书处,收集相关信息并对RCEP实施效果进行评价。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池芙林认为,RCEP生效为中日韩经贸合作诸入动力。 RCEP的协定生效在带动中日韩间贸易投资比例大幅下降的同时,也通过更加灵活的原产地累积规则促进三国间产业链、供应链、价值链的进一步融合。 有关数据显示,RCEP将带动中日韩三国出口分别累计增长8、5、8,投资分别增长0.4、1.0、1.6,形成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红利。 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特评教授安中荣提醒,目前全球贸易受供应链影响越来越大。 中日韩三国应在RCEP实施中努力维护供应链的稳定,确保最基本的原材料供应以及材料和部件的贸易流通。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锦平建议,接下来中日韩可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展开三方自贸协定谈判。 所以从现在开始,我觉得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就可以把谈判的自由化的标准,就是设定为参照或者是对比CPTPP的这些协定和规则去开展谈判。 那么在继位,我们加入CPTPP打好一个基础,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自由化水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